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读 保罗写信给菲利比教会 他提醒菲利比教会 他们是天上的国民 他使用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概念 菲利比是罗马的殖民地 在罗马的控制之下 菲利比人是罗马的公民 尽管他们住在远离罗马的地方 同样 我们的天国身份在天上 我们每一个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有天上的国民身份 我们真正的家在天堂 无论我们在地球上的家园有多么美好 我们多么享受我们的家园 他们都无法与我们的天堂家园相提并论 我们永恒的家在天上与主同在 你的心渴望家吗 记住 你在基督里有着未来的盼望 美好的未来等待着上帝的子女 我们甚至无法完全理解天上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确实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应该怀着天国的法则生活 把人带到主面前 作为信徒 我们也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 保罗进一步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值得期待 我们身体将被改造 我们会被转变 和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是多么美好的盼望 你在地上可能有着 某种身体的缺陷或疾病 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 你可以期待有一天 你的身体会得到改变 我们将有荣耀的身体 我们有着洁净的心灵 我们将能够享受 与主完美的香蕉 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作为信徒 我们有多大的喜乐和盼望 我们有一个惊人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为以下的几点而祷告 第一 祷告我们有颗 渴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心 第二 祷告我们的教会 能在地上代表基督的国度 第三 为我们的国家祈祷 让我们的未来 掌握在全能的上帝手中 请你们现在就一起开身 为这些四项祷告 我也会做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祈求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 主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公民身份 是非常短暂的 当我们在地上时 我们希望生活在你的恩典怜悯之中 我们期望更多的人 能通过我们的生命指向你 当我们在这里时 我们想为永恒的生命做准备 帮助我们成为这里忠实的旅居者 作为神的教会 帮助我们以天国的国民身份来生活 我们优先事项 集中在上帝的身上 我们祈求 就像你叫我们祷告一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上帝请帮助我们 活出基督的样式 天父我们为这片土地 新加坡来代祷 我们需要在面对困难时 依靠你 当我们面对疫情 面对经济衰退时 我们把新加坡的未来 交到全能者的手中 并且我们知道您的计划 就是要让这个国家 成为亚洲的安提亚 我们将向我们周围的国家 传扬福音 以及天国的真理 奉耶稣的名 祝福我们的国家 Amen 谢谢你今天以我一起 成修祷告 鼓励你上 爱新加坡的网站 下载资料 继续领修 愿神赐福于你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